2005年,我搬到了北京右岸门附近 老式的居民楼,紧邻着街边 交通也算是比较方便的 附近比较繁华 菜市场啊,超市,学校 配套设施非常齐全 我家对面是北京一个比较大的小区 叫做开阳里 听说是属于经济试用房 小区很大 都是一些20层左右的高楼 有一天我下楼买菜 回家的时候走到楼下 就看见一群老太太在楼下晒着太阳 无意之中我听他们说起了 前些时候发生在开阳里的一件事情 开阳里的正门 就在我家住的楼的对面 小区保安据说是24小时巡逻 右岸里派出所就在附近 治安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小区里有一个新来的保安 叫做小林 这个星期轮到他职业班了 小林非常负责 值班的时候基本上 不会像一般的保安 就坐在屋子里边看电视 他值班的时候 一般都是四处查看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有一天晚上 小林巡逻到小区后门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短发的女子 坐在小区的门口正在哭着 小林非常好奇 就上前去问这个女子怎么了 那女子抬起了头 眼睛都已经哭肿了 说 我找不到家了 我想回家 小林一看这个女子这种情况 心里边也是直犯嘀咕 心想这个女的是不是 精神方面有什么问题 但是小林又是一个热心肠的小伙子 于是就说 你家在哪 看看我们能不能帮助你 那女子指着小区里面说 我家就在这 可是我找不到了 小林这下更加的确定 这个女子智力方面有问题 心想着 是不是哪家住户的亲戚 一不小心走丢了呢 于是小林就说 这样吧 派出所就在附近 我送你去那 明天我再帮你打听一下 那女子也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于是小林就带着这个女子 往派出所走 派出所在小区前门 出去的马路对面 小林便带着这个女子 从后门往前门走 大概走了三分钟左右吧 这个女子就惊喜的说 我找到了 我家就在这 说完了之后 便小跑着往那栋楼 跑了过去 小林看到这个女子的身影 消失在了楼洞中 也没有在意 这件事过去之后 小林也没有作想 第二天一早 她正准备下班的时候 就看到小区里边 有灵车开了出来 并且有业主把花圈 放到了小区门口 原来是小区里边一家人 有人去世了 一大帮的人捧着死者的遗像 神情悲痛的往小区门外走 小林无意之中看了一眼的遗像 可是当时就被吓了一跳 因为那个死者的样子 和昨天晚上她见到的那个女子 非常的像 小林又是害怕 又是好奇 于是她悄悄的去打铃了一下 才知道 那死去的女子 是一个多星期以前 在天津出了车祸 当场去世的 遗体直接在天津就被火化了 然后小林出了一身冷汗 昨天正是死者去世的第七天 因为第七天 正是人们常说的 灰魂夜 在天津出了一天